来看发生在高雄的消费纠纷 有民众在去年在旅展购买了饭店的游泳券 用1万元买了50张 再送25张的赠券 总计是75张 不过今年4月水情严峻 泳池停业 5月又碰上疫情 泳池关闭至今 饭店业者突然宣布8月底要歇业 这民众手上呢 还有28张现金购买的泳券 认为业者应该要退还5600元 不过业者要求扣除25张赠券 只敢退600元 双方没有共识 民众怒哄饭店没道理 你不继续经营 所以你还要扣我们钱 他说没有道理嘛 水用掉的不能扣 对那个真的也是 所以你这些是没人不见 为了游泳券退费问题 民众跑到饭店大厅理论 越讲越气 比如说那我用掉证券之后 那我10张全部拿来推 那这样对经营者会公平吗 退款金额是否扣除证券 双方各说各话 完全没共识 民众怒哄饭店没道理 28张是5600元 但是他现在他自己喊停业 他只退我600块 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没有道理 退券纠纷就发生在高雄 有民众在旅展购买饭店游泳券 1万元买50张再送25张 使用期限到今年6月底 但今年4月缺水泳池停业 5月又碰上疫情 泳池关闭至今 加上业者宣布8月底歇业 民众手上还有28张 现金购买的泳券 要求业者要退还5600元 但业者认为应该扣除25张赠券 只肯退600 双方对退款金额没有共识 50张是1万块的话 那把25张加进去 每一张就是1万除以75 然后成立25就是要扣除的费用 其余来退款 不过退费争议看在消保官眼中 认为应该以总金额 除以总券数做计算 双方各退一步最公平 也呼吁民众若有消费争议 可以找消保官协调 以免自身权益受损 记者叶振云高雄报道 你很幸运 我感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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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费用